刚刚讲到掉眼泪 看郑克爽这个粉砖 就直接出了一张哽图 说现在很爱什么都国家队 还有哽咽国家队 陈吉仲坐得烂下台哽咽 赵天琳外遇哽咽 赖清德违贱不缴税也哽咽 不过回过头来我请教亮哥 应该想说你会不会比较了解赖清德 对他现在此时此刻心态是什么 还有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知道最近他帮赖品渝很 真的是用力在帮 用力在拼 在细致赖品渝这一席真的不能掉 对不对 但有可能会掉吧 不 民进党现在是一席一席顾 是吧 因为他知道他不会过半 所以就是拼老命 搞不好最后一个月 也会来拼高嘉瑜也有可能 就是一席一席顾这样 因为赖品渝跟廖先祥 差距也不大 可是踢台前证做出来 差距16% 对 可是那个时候是因为 他家刚出事 赖品刚出事 所以现在拉近了 绿能冲击了 不 廖先祥重点就是要雇注系纸 因为系纸的选民占三分之二 那因为这一个选区非常奇葩 就是除了那个系纸占三分之二 20万之外 其他就散在很远的地方这样 那据我了解资源动员蛮重要 就是民进党因为有很多縣市议员嘛 所以就是资源动员蛮重要 那因为赖品渝他们 可是赖先祥是在地的耶 那是细致 可是赖品渝有很强有力的建设集团的亲戚啊 所以那个动员起来也是很惊人啊 所以我认为最后最后还是竞争蛮激烈的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反映出赖金德的决策的个性啊 就是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这个两个逻辑嘛 就他对他父亲的怀念啊 对故居的珍惜啊 这个我当然知道啊 所以他就是把他那个老家给留下来 那只会请那个最好的朋友去那边吃饭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那你的心情感念怀念爸爸这是一回事啊 你要不要守法这是另外一件事嘛 那你在这里还赶紧哦 那前面都已经过了 那你还是在赶紧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一个人 他这个个性 未来如果这样处理一些事情会蛮可怕的 因为我就会连接到台南议会 是吗 他不进去232天 很硬耶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大家都在跟他讲说 你这样违反宪法啦 你不可以这样做啦 他就是不听 因为你不喜欢李全教 你认为他会选 你在法律上可以接受的做法是你进去 然后要求改选议长 可是你不能不进去啊 就他会离谱到 连法律的基本形式他都不遵守 你知道吧 你就知道这个人一旦认定什么是实职啊 那个出力的那个用力会用力到这个程度 还有一次就是吴乃仁跟洪其昌不是那个台唐那个弊案吗 他出来保证两个人清白啊 那后来吴乃仁入狱嘛 同期他没事嘛 你怎么可以保证两个人清白啊 你高过法律证据是不是 是啊 我只是把这三件事情摆在一起看 你看到他的决策的特质 就是说他会因为自己的信仰 信念或者某种感情 不惜违反法律你知道吗 而且非常固执耶 固执到这个可怕的程度 而且这个法律已经非常清楚 就是你不对 还要那个历史哥那边贴六张图说 你塞哪一个是公僚 我们差点要创上去 对 哪一个是公僚 我本来以为是总统府那件事 反正就是你那栋房子一看就是不是公僚 而且人家已经秀出你历年的变更 这个资料都已经这么明显了 你还在拗耶 真是可怕 我光是想到他这种个性 那以后面对两岸一定出事 你想想他对台湾有多少感情 对对对 对台湾被欺负有多少感情 到时候他就又把这个决策模式 又套到两岸上来 说你中国大陆不可以霸凌我 你霸凌我我不接受等等 不是类似吗 对 就是这是我家 我小时候住的家 我爸爸这么早就过世了 你们怎么不能够用同理心来理解我 对你们要体谅一下吧 我想念我爸爸我想念我的故居 你们都没有同情心 我们的错就是 你如果这样做决策是多恐怖的事情 李全教就是会选 法律还没有定验 你为什么认定人家会选 232天不进议会 所以我觉得这种决策个性很可怕 就领导人怎么可以这样呢 川普人家最后这么硬汉也是出庭啊 对不对 川普也认为都是来搞我的啊 可是就是你法律面前你要遵守 如果连副总统现任 未来可能当选总统的人 这样来硬拗法律 真是可怕啊 这个可怕程度超过论文存封30年 对 对 那个论文存封30年 已经是近乎非法状态了 那你要硬要这样搞 那还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你这个是涉及众人之事啊 你不遵守那别人要不要遵守 那我为什么要缴这个房屋税 就很多这种问题就会出来的 小董刚刚讲的很对啊 今年缴房屋税我就说我要比照赖清德 对不对 违剑不拆我要比照赖清德 可是亮哥我觉得更可怕的是 他处理别人都是高标准 你看学伦啊那些有没有 全部他砍得很狠啊 是啊 所以他现在以后大概不敢处理人家的违剑 因为他自己就有事 所以我坦白说了这个就 我真的最凸显的是他的决策的特质啊 这个决策特质太恐怖了 就是我实质认定的东西高于法律 我实质我有感情 我有理念 那法律我就不遵守 就这样的人嘛 怪不得是台独运动的务实工作者嘛 因为台独就是违反法律嘛 那就是我个性的人嘛 我的理念我的感情最真实嘛 那我要照我的理念我的感情这样走 你凭什么用法律来管我 可怕啊 真是可怕自己啊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